好,那再接着呢,大家打开书,La página 245,245页,咱们来看一下第二段课文,第二段课文主题是什么呢,Professor Hispano Hablante,是不是说的这是一个,呃,西班,说西班牙语的老师,是这意思吧,嗯,那还是那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盯着书,或者屏幕,这都可以,咱们先串一下,这个第一段课,这第二段课文是讲什么的,对吧,这你会发现是一个对话哈,是吧, Buenas noches,是你,是这个课文的,是课文的,西班牙语的ロ学,他刚刚刚刚出现的古 많은,他们先生系列, José González y tú mucho gusto profesor yo soy Liu Yang alumno de la facultad hablas bien el español no lo creo soy alumno del primer curso hasta ahora no hemos tenido todavía un profesor hispanohablante yo no sé en qué cursos voy a editar clases pero puedo plantear el problema al degano para que me asigne el primer curso debe de ser fascinante ver cómo se aprende español desde el comienzo nosotros ya llevamos un semestre estudiando el español de modo que no somos tan novatos no importa en todo caso para mí puede ser una experiencia enriquecedora enseñar mi lengua a alumnos que apenas llevan estudiándola unos meses espero que usted sea nuestro profesor como ya lo conozco pienso que no voy a ponerme nervioso en sus clases ojalá así sea de todos modos quiero decirte una cosa tú y tus compañeros pueden visitarme en mi casa los fines de semana será un placer ayudarles a practicar el español 好那到这儿呢这个完了以后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学生来欢迎 他们新到的一个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对吧 第一个说话是不是刘洋这是不是一个学生他说 buenas noches晚上好对吧 es usted el profesor que acaba de llegar de Colombia 您是这位老师吗哪位老师呢他是不是用了一个形容词从具还是什么性的限定性的对吧 agava de llegar de Colombia 是不是刚刚到达的从哪到达的从哥伦比亚到这儿的老师吗 那你看这句话ha usted es el profesor el profesor是不是做表语啊有同学说在这儿为什么要加冠词又是职业 那你要知道说话的正点语法你千万不能一概而论这个东西 如果要说您是老师我是老师他是老师 是不是都是在介绍自己或者别人的身份职业 那不加官司在这儿重点是吗不是吧 是不是您是这人吗是不是又是特指的刚刚到这儿的这个人吗 所以要加定官司啊 然后再接着那你这儿用了一个定语从具 关系的给是不是要替代千星次在后头从业当中做成分 那这儿的话他做是什么成分是不是主语 是不是老师刚刚到对吧 是不是他同一个他那叫啥意思 是不是正是这个老师那是不是就是啥意思 啊是我对吧 很高兴认识你哈 我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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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你呢 好看这个学生介绍 是不是说很高兴认识你啊老师 然后在这儿这个他是不是就没有加官司啊为什么呢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是在干嘛 是不是直接跟老师对话对吧 是不是这个系里的学生对吧 那像这个系里的学生在这儿不加官司是因为干嘛呀 是不是做的是刘洋的同位语啊 同时也是什么样 是不是不需要加官司 然后再接着Jose说 你说西语说的还挺好 然后在这儿刘洋还挺谦虚 No lo creo 是不是我不这么认为 Lo在这儿是不是指的是一件事啊 哪事啊 是不是西语说的好这事 他说 Soy alumno del primer curso 我是一年级的学生 Hasta ahora 直到现在 No hemos tenido todavía un profesor hispano hablante 是不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 在这儿他用的是tener的 现在完成时 因为到截止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这事 是不是已经发生完了 对吧 马上就要有了 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什么样 还没有一个 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老师 讲西语的老师 对吧 然后再接着 Yo no sé en qué cursos voy a dictar gracias 他是不是说 我不知道 在什么年级我要讲课 在这儿他是不是用了一个什么样 直接宾语从俊 对吧 是不是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直接对象就是后台那句话 我要在几年级收课 Pero puedo plantear el problema al tegano 但是呢 我可以提出来这个问题 向谁提出来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向系主任提出来这个问题 Para que 目的是什么呢 Me assigné el primer curso 为了让他分配给我啊 一年级的这个任务 是这意思吧 分配给我啊 一年级 让我去讲一年级的这个课 好 然后再接着呢 你看像这个句子里头 他是不是用了一个Para que啊 是不是用了一个什么呀 目的 从俊 是这意思吧 目的从俊 是不是主语不一样 我可以提出来这个问题 是谁分配给我一年级啊 是不是系主任 给我分配一年级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说 Deve de ser fascinante ver como se aprende español desde el comienzo 想必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吧 什么是非常有意思的呢 令人着迷的呢 ver 看到 Como se aprende español 如何来学西班牙语 是不是 desde el comienzo 如何从头 从一开始学西班牙语 是非常有好玩的 对吧 那在这儿这个setter怎么来的 是不是无人称聚啊 是不是不强调谁学 对吧 C加三单 特合适 好 然后刘洋说 Nosotros ya llevamos un semestre estudiando el español 是不是 llevar 加时间 加副动词 表示花多长时间 做某事 是不是我们已经花了一个学期 来学西班牙语了 De modo que 这是不是因此 对吧 No somos tan novados 我们还不是特别的新 那也就是什么了 我们还不是那么的新手 是吧 然后再接着 No importa 不要紧 对吧 然后再接着 En todo caso 那就相当于今天 咱们先学什么 De todos modos 那就是什么 无论如何 对吧 是不是在所有的场合下 那是不是无论如何 Para mi Puede ser una experiencia Enriqueadora Enseñar mi lengua A alumnos Que apenas llevan Estudiandola Unos meses 是不是对于我来说 Dou是 Dou yo可能 是 Poder ser 是不是有可能 有可能是一个经验 是不是特别 令人有掌技 掌技 增益的这种经验 非常好的经验 那什么是一个 特别好的经验呢 Enseñar mi lengua 是不是教授我的语言 交给谁呢 是不是 A alumnos 交给学生 什么样的学生呢 A apenas llevan Estudiandola Unas meses 是不是刚刚学了 他几个月的学生 那也就是说 Puede ser 他的主语是啥 是不是就是 Enseñar mi lengua A alumnos 那是不是这个 后头这一坨 做的都是什么成分呀 是不是做的都是一个 主语的成分 是这意思吧 那他做主语的话 那这个主语 又后边又套了一个 重句 是不是教授我的语言 给学生 那给什么样的说 学生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 什么重句啊 是不是一个定义重句 形容词重句 那关系在 T的先行词 在后头成分当中 是不是做什么成分 主语吧 这些学生刚刚学了几个月的西班牙语 然后都有可能是一个特别有增益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对于我来讲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后头 Espero que 是不是我希望 Usted sea nuestro profesor 您是我们的老师 那是不是表达是希望主语不一致 用直语言重句 加训你 对吧 是否由于我已经认识你了 是否指的是Usted 我认为 对吧 我觉得我在课上 在您的课上 不会变得特别紧张 是不是不会特别紧张 对吧 然后再接着看后头说 Ohala si sea 是不是但愿是这样的吧 对吧 那是不是也就是 Ohala si sea así Ohala 这是不是但愿呀 是不是表示一种虚拟的这种语气 不在把握之内 因为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他教 对吧 De todos modos 是不是这就跟谁来替换 刚才上一句出现的那个什么 En todo caso 对吧 是不是无论如何 Quiero decirte una cosa 我想跟你讲一件事 对吧 这件事是什么呢 Tú y tus compañeros 是不是你和你的同学们 Pueden visitarme en mi casa 是不是可以来我家 来看我 是这意思吧 拜访我 是不是来看我 Los fines de semana 你可以这么来我家 Será un bracer Será un bracer Será 这是哪个词 能猜出来不 是不是ser 这也是一个将来未完成时 这将会是一种荣幸 Ajudar les 是不是帮助你们 Les 是不是指的是 Austadis 这老师是不是拉美老师 所以你看他不会说帮助你们 是不是会用你们说话特客气 因为拉美没有你们这个人称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对吧 帮助你们来练习西班牙语 那也就是说 Será un bracer 这句话当中主语是谁 是不是主语就是 Ajudar les A practicar el español 帮助各位练习 对吧 好 那到这儿呢 咱们第二段课文就给大家讲完了 还行 然后大家呢 一定要熟读 那像这两段课文呢 第一段课文一定要复述出来 被过 第二段课文读熟 我觉得今天语法 然后还有再包括单词 再包括课文 都不是那么的难 好 那咱们15课就到这儿 Muchas gracias a todos Ciao